中国高超音速导弹星空2号有何厉害之处 新技术的突破对于打造高超音速导弹网又有何作用 中国在这个领域究竟有多强 今日 今日香港南华早报的一篇文章提到 中国研究团正在为高超音速武器打造的新型引擎 已成功完成第一次试飞 而这种新技术的优势在于 以低廉的成本来研制高品质的超现代化武器 而这款武器正应用于此前广受关注的星空2号导弹上 研究人员认为 新技术将有助于中国以相当低的成本 大规模生产高超音速武器 但同时又能维持高品质和性能 他们还说 新的制造方法也将让他们打造钛合金元件 并且通过实验室与实验检测发现 这类元件的性能 远比那些用传统方法制造的优良 不必再加工 就能够直接组装发动机 这项新技术将为中国量产高超音速武器做准备 那么中国此次研制高超音速武器的引擎 对于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有何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 由于科技的高速发展 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对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 但是很多国家都受到了技术的制约 因此很难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一直都处于停滞不前的发展状态 追溯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 早在20世纪50年代 美苏等国就开始研制高超音速飞行器 在开展高超音速飞行器研究的国家中 美国的投入最多 成绩也最突出 因为高超音速武器在军事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高超音速武器航程远速度快 能够快速打击远程目标 例如速度为马赫数6的高超音速飞行器 能在6小时内环绕地球一周 因此高超音速武器被军事专家称之为 继螺旋桨喷气推进器之后 航空史上的第三次革命性成果 此后美国 俄罗斯 法国等军事大国 竟相研究这种先进武器 先进的高超声速武器 是目前世界各军事强国发展的重点目标 其强大的突防性能和前所未有的打击效率 足以改变未来战争的规则 要发展高超声速武器 困难也确实不少 需要的包括在高速下能够正常运作的制导系统 耐受高速飞行时产生的高热材料 以及能够提供足够推力的发动机等 目前来看 研发新的速度更快的高超声速武器 最大的问题就是发动机 现有的武器发动机提供5马赫左右的速度 就已经是不易 要达到20马赫以上的高速 发动机技术还需要不断发展进步 因此 这也是许多国家发展和前进的方向 中国也是如此 中国是在上世纪60年代 开始对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制 当时就研制了东风6导弹 采用的是三级动力 第一级是400吨推力常规发动机 第二级是活塞式发动机 第三级是普燃发动机 在如此复杂的推进系统的驱动下 东风6号当年给出的数据是 射程2万千米以上 单枚可以高速绕地球打击 但最终因为中国当时技术水平有限 所以无法完成如此先进的导弹 只能遗憾下马 但是这也为中国研制高超音速武器积累了经验 从而也使得中国有更多的经验 去研制高超音速武器 并且也一直在坚持不懈地研制与探索过程中 对于高超音速的引擎的研制也是一直在做各样的努力 此次中国科学家在高超音速武器引擎上取得巨大成功 这也将极大助力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 而且也将大大节省成本 这就为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量产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对于中国发展高超音速武器有着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 而且据专家指出 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引擎上取得的巨大成就 也为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研制更先进的原件铺了路 并且所搭载的横压喷射发动机 能让飞弹或是飞机至少以5倍引擎的速度飞行 这是美国都做不到的事 此外就保护引擎来说 进气口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原件之一 但制作起来并不容易 以往的进气口是由零组件焊接并重新加工制成的 但这种方法既费时成本又高昂 而且品质差异很大 不过但是此次中国的科研团队采用了另一种名为 热等静压静成型的方法 将钛合稀土细粉放入钢制模具中 抽掉空气后 再放入充满惰性气体的烤箱烤烤 然后在加热的时候 使得惰性气体膨胀并压缩 钩膜 从而把钛粒子挤压在一起 迫使它们结晶化 继而相互融合 据研究团队说 运用这种技术 前后大约只要花三小时就能完成一个进气口 效率快又节省时间 所以对于中国科学家 此次研制高超音速武器引擎上取得巨大成就 对于中国来说是无比高兴的事情 对于这项新成就 也是经历了实践的检验 也更加证实了中国在这项技术的发展上已经趋于成熟 已经可以往量产上发展 可以以更低的成本来研制高超音速武器 突然促进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 使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上也是一直处于世界的前列 据美国CNN报道成 成功试验这一引擎的就是中国的星空二号导弹 此前 星空二号导弹在中国西北某靶场成功发射 在经过近十分钟飞行试验 火箭完成主动断程序转弯 抛整流罩 急间分离 释放高超试飞器自主飞行 飞行器弹道大机动转弯等试验程序 最终按预定轨道进入落区 随着星空二号导弹的发射成功 中国成功测试了第一架高超音速飞行器 而这也是中国航空航天技术的一大进步 而且星空二号的速度达到了6马赫 比5倍音速还快 每小时飞行约7344公里 但它不只是简单的高速 高超音速飞行器在发射后飞向太空 并在较低轨道高速飞行 路线多变 导弹防御系统的卫星和雷达 很难侦测到这种飞行器 这也是外媒首次确认 中国对高超音速飞行器的研究 因此 中国星空二号火箭 这一高超音速武器的试射成功 也加快促进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 而且也为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且中国的这款星空二号火箭 能够突破美国所有导弹防御系统的攻击 能够发挥其最大的威力 从而使敌方防不胜防 成为中国的国之重器 而如果星空二号导弹能在新技术加持下实现量产的话 那么中国就能部署密集的高超音速导弹网 以其速度能8分钟击沉千里之外的航母战斗群 威力不可谓不强 所以中国由于中国在星空二号火箭上的成功 这也使得中国科学家有了更多的底气 相信他们研制的引擎有着重大的作用 并且对于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也将会在未来实现量产 大大节省生产成本 从而实现大规模生产高超音速武器 这对于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也将有重要的促进意义 继续巩固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上的领先地位 从而给美国以巨大冲击和震慑 而美国至今在高空试射高超音速导弹的测试中 还多以失败狗中 可以说在高超音速导弹领域 中国正在拉大与美国的差距 留给美国的时间真的不多了